何诏君 何诏君 你拿拿 我想累一下 我还是不能将阿妖留给你 你日后亭还会欺凌她 从前我与刘瑶在一起 只需想着爱与不爱 可从今往后 我爱与不爱楼瑶 都已不在妖精 你 我阿妇临终前 曾重重打过我两巴掌 并留给我两句话 第一句 从今往后 何家再无人可替我遮风挡雨 第二句 将来何家与幼帝 都要依靠于我 我必须勾携到幼帝长大 我再也不是从前的何诏君 更不会任意妄为 我这条命 得罪不了任何人 也得罪不起 我得留着照顾我幼帝 是一般的 她不可能是遮风的 王姑娘 就敦人 既然有没有 她不愿意妄为 我愿意ml 你也必须 Safe 我就喜欢阿妖王 我何尝不是为此葬葱自身幸福 你以为我就幸福吗 倘若能换我负生活 千万个楼崖 我也不稀罕 安正临不必如此家伙产业子 陈露两家 本就是打算严谨 从未见过诗意料如此脸相惜 程上山 你岂有令你将军 何必还抢我的楼崖 我现在就说两号 不能说什么 上我的马车我送你回去 去吧 这回到哪儿 侍原刘不不得 将军人拒绝 另一款军人 当然 在《刘弘》 那我就是 那军人拒绝 此里 还有 是 别拒绝 而安城居老子为之 冯义君 真的像他所说的那般惨吗 何家真的 战至最后一人吗 冯义君 与华县情形并不相同 是因何将军将五个儿子 和所有亲信的性命 都堵了上去 先是以少量心服 固守冯义君 第二日 又召集屯君 阻断消失叛军 何将军死不投降 战至最后一人 终是守住了冯义君 何家几乎连妇孺都不胜了 正是因为有何将军的拼死抵抗 冯义君才得以守住 冯义君 没有散落在外的乱军成肥 没有流离世俗的孩子 没有无辜受辱的女娘 没有华县城外 尘百上千的分钟 而你 也再不用悄悄地去祭奠亡魂 我并非想劝你 答应楼师的退魂 我真心以为 此时此刻 无论陈娘子做出怎样的抉择 都没有错 我只是不甘心 为何倒霉的总是我 我要 我要每次都是我 我要每次都是我 我认为 你最后悲谓了 他们每次都都没用 而且 expectations